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今晚過來我們CFA Level 1的Seminar 很簡單地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Jackson 在金融都做了十年多些 其實做過收購合拼 也做過資本市場 我也做過在Equity 做過證券 也做過Debt 所以其實在資本市場都已經一段時間 最長時間我在Equity 做得比較久 也做過一間歐資和中資 中間是曾經獲獎的 很簡單地介紹完我自己 不如問問大家 大家今晚來為了什麼呢? 有沒有人為了拿那張QPont? 不是很誠實的 其實你可以舉手說 我真的為了QPont來的 不介意的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給點反應 有沒有人為QPont? 有沒有人為了想在career上 拿其他轉變? 有沒有人想增值自己? 我又看見好像沒什麼人舉手 其實大家 有沒有來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不是想拿CFA的QP 然後寫上CV 也不是 沒什麼反應 當然CFA其實其中一個很大的幫助 當然是賺工方面 其實的確是有這個QP 容易賺好工 老實說也找到一份很好的工資 想問在座有沒有人在做金融? 金融 我看到有些 有沒有人在做Marketing? 有些是做金融的 OK 我想做金融的都大概知道 其實我們金融裡面有分為 所謂buy side sell side 如果大家未必是金融的 其實未必知道什麼叫buy side sell side 其實buy side 其實見到是 為什麼叫buy side 其實就是 你有錢在這裡 你負責有錢你還可以去買東西 那些叫buy side 最typical的你見到其實是這個 performing new manager 就是我們經常都說那些基金佬 基金經理 他們基本上是take action的 譬如我們買股票 買債券 他們就是負責去 有錢去負責去買什麼 決定的人 那 除了buy side之外 我們也有sale side sale side其實是 你見到是 譬如說是一些analyst 有些traders 那究竟他們sale什麼呢? 其實他們sale就是sale一些 最主要是sale sale一條巧 譬如你經常想 他sale給誰 他最主要的客人 其實是一些buy side 你sale就sale給一些buy side 其實有一個挺好的trade idea 譬如說 哪一隻股票最近低 那其實值得買 或者有什麼增長潛力 那你就sale給buy side 所以其實這兩邊 其實最主要是一個 金融 尤其是資本市場 他們比較活躍一些 那當然 CFA不單是 應用到是buy side 和sale side 亦都會是 你見到是cooperation 在一些企業上都用到的 你譬如見到是有些 我們見到是CFO 或者是treasury manager 就是其實幫一間企業去管錢的 譬如公司是有多餘的錢 他可以幫他 譬如有些surprise cash 可以用來就是 譬如買一些債券 譬如在那裡 拍錢拍一段短的時間 或者拍一段 三至五年的時間都可以的 是的 那artist 你見到其實 譬如有些risk manager 或者是一些做保險 或者是一些accountants 其實都會用到CFA的知識 和他的資格 很多人都說CFA可以賺好工 但是其實都要記得知道是人選工 但是有時候都會是工選人的 所以其實我們尤其是怎樣去看工選人呢 最簡單就是看每一個job的job description 這些其實是在一些求職網站拿出來的 你見到其實他們寫的JD 即你見到其實job description 他都寫得幾明確的 其實他說 你看看他用什麼key words 他就說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n CPA or CFA preferred 或者一個preferrably a CFA holder 其實他說preferred 那大家其實明眼人一知都沒有CFA 就不要apply 或者其實沒有CFA 他都未必會consider 所以其實基本上CFA是一個門檻來的 你沒有的話其實會很褻張 甚至其實是他做一些 你知道其實現在 HR 基本上他們不會逐份CV看的 很多時候都是 他基本上都是好像用一個system去screen 看看裡面有沒有相應的key words 譬如假設裡面有沒有CFA 如果你發覺沒有CFA 那根本是system已經screen 就連interview都不能in 那除了 即你見到account finance 會用到CFA之外 那你見到其實最近那些 譬如說compliance 或者legal 這些法規上的行業 其實他們都需要一個CFA的資格 那不再話下 你見到其實很多所謂的外資投行 你看到大摩 瑞銀瑞訊 其實他們基本上 很多都是一些CFA的holder 那CFA其實就幫到大家什麼呢 其實都很重要就是 其實你會明白 這個金融市場呢 很多的複雜的產品 那其實那些複雜的產品 其實真的可以透過CFA 去了解其實它背後那個structure 在做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 還有這樣做其實那個implication 是什麼 那其實CFA這個cost 你見到其實在右手邊 其實你見到它的涵蓋都比較闊的 你見到其實是有econ financial reporting corporate finance equity investment 這些其實很多呢 都會是其實是 在日常的金融市場裡面 是應用到的 那也都是透過這些 就是這些知識 以及我們去明白這些其實 概念的話 其實都會很方便去明白 其實現在我們在日常見到的金融市場裡面 其實那幫人 那個想法是在想什麼 在做什麼 為什麼會去這樣 structure 這些 那除此之外 當然其實就是 我們說過那些hard skills 之外 還有一些soft skills 那這些都幾typical 的你見到其實 那些job description裡面 其實都會見到這些 communication teamwork leadership 這些字眼的 那其實當中有幾個字 我都覺得 其實可以值得去看一下 其實 你見到這個 譬如說這個client 那剛才說了 其實誰是你的client 其實就是 剛才我說 sell side 那sell side的客人是誰 其實很多都是那些buy side客 那 即 他們都會是明白到 怎樣 即客戶是需要些什麼 其實 你見到這裡 他都是learn other party's position and motivators 即他們都會明白 其實別人想想想想 想要些什麼 想知道些什麼 interesting些什麼 那 還有那個language 這個雖然是有少少少題外話 就是那個mangarin 那其實 現在其實 講了少少現在的activity 其實很多的活動 尤其是 你見到投行 或者IPO的活動 很多都是其實 由中資的投行去領導的 即 除了是一些投行之外 其實你看看其實那個客員 譬如說上市那個 發債那個 或者是在資本市場 是要做一些配股的 一個 其實是什麼人 其實都是一些的 中資公司為主 所以其實 Mangarin 其實都 真的要學的 那講少少關於CFA的一些 的 numbers 那其實就 CFA第一個 的charter 呢 講的是五十幾年前 1963年 那到現在為止 有超過十四萬個 CFA charter holder 那其實CFA這個 program 其實最重要就是 一個實踐為主 那 GFD Mathias 講過 其實一句我都覺得 幾認同的一句說話 他就說 其實 他就 很簡單講 其實 他說 有兩個candidate 一個是CFA 一個不是CFA 為什麼 那些employer 會願意去聘請一個 CFA呢 當然就證明了 他是肯勤力去讀書 那第二樣東西 其實就是因為 CFA的那個課程 是包括了一個 就是the highest standard of excellence and ethics 因為其實那個課程裡面 都包括了一些 的道德課 那這個是在現今的資本市場 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見到 其實就是 偶爾在一些 財經的新聞裡面 看到其實有些 違規的情況 那些其實都會影響到 整個市場的秩序 那 好了 我想大家都幾關心的 一樣東西就是 其實 拿了CFA 可以做什麼工呢 那 你見到其實 那 最經典 或者最多 22%的 是做一個 基金經理 那 你再看回 其實 你再在這裡看回 其實 計算上去 其實有50% 是做什麼呢 其實是做一些 基金經理 做一些分析師 就像我以前那樣 是做一些 資本市場的分析 那 也都是一些C level 就是可能CFO 也都是做一些顧問工作 那這些其實 這些工種 其實那個 career 和那個人工 都是不錯的 那 大家知不知 其實有沒有一個idea 那你見到22%的人 是做一個portfolio manager 那一個portfolio manager 有多少錢人工 大家知不知 有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那 那 那這裡就不說了 因為 免得大家做些 猜渡 但是呢 很多CFA都已經說了 那 大家可以看回 一些求職網站 或者一些agency 它都有說到的 那 一些 報CFA的基本條件 那其實就是 講一個的bachelor degree 或者是一個的final year 那 亦都是講 就是 或者你還有四年的work experience 或者是講你四年的大學的經驗 或者是有一個work experience 都可以報的 那 那 CFA呢 其實是一個 最少是講一個 三百個小事的一個commitment 來的 那都是一個 其實 老實說 其實是一個 會比較 辛苦 但是 辛苦得來 其實是一個rewarding的 一個program 來的 那這個 這個program 其實是一個 都 幾全面 你看到其實 是一個 十個topic area 那 那 還有 其實 你也聽過可能坊間有些傳言 就是說 其實 CFA是否一定要一tick pass 或者是否其實 一定要五年 考完 或者 十年要考完 三個level 那其實就 不是的 你是 就是中間 你去tick多少次都可以的 那 還有假設你是 tick了level1 是 2000年去tick的 你可以2010年去ticklevel2 也可以 2020年去ticklevel2 也可以 甚至2030年去tick 都可以的 那 假設2030年 大家的記性還挺好 還有 有拍力的時候都可以報的 那 但是要注意就是 其實level1 你看到這裡 其實是 有兩次考試的一年 你看到呢 一年呢 是一個六月 一個十二月 那 level2 和level3 只是開六月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去 level2 考完六月那個 那是需要等一年 才去考level3 的 passer之後 那還有就 如果passer level3之後 就要有四年的相關經驗 那才可以去拿這個CFA的charta 那 講一下其實CFA 那十個topic大概是些什麼 你見到其實level1呢 其實 佔比比較重的呢 其實是講的ethics 你見到其實ethics呢 佔一個十五個percent 那還有什麼是重點呢 其實你見到是個financial reporting analysis 這裏都講的佔15個percent的 那但是你再看下去了 那其實 ok level1看下去 其實上面的topic area 佔比重呢 是很重的 這邊佔比是比較重的 那但是 你看看跟著level3的時候 其實會是一個形勢 是一個逆轉來的 你見到其實佔比重那些呢 其實反而去到下面那裏 尤其是最後一個portfolio management 那其實為什麼他會有這樣的編排呢 那其實就是因為level1呢 他教你呢 最主要是教一些的基礎和理論開始的 那跟著慢慢演變去到level3的時候呢 就由基礎理論呢 去到一個實踐的情況 那所以你見到其實 這裏最後講的 portfolio management and wealth planning 其實很多都是講一些case study的 那level1怎麼考的呢 那其實 我會覺得其實那個考試模式呢 是幾friendly的 那還有CFA呢 都叫做改了制的 因為其實我考的時候呢 都真是 不要猜我幾歲啊 不要猜我幾年啊 那總之好幾年前啊 那其實呢 我考的時候呢 那時候講了四個的multiple choice 那現在呢 他都改了制的了 那其實已經是變成三個的multiple choice 那所以其實呢 那個改制呢 他是變成friendly了的 那模式是怎樣呢 他就分上下午 上午就120條 下午就也是120條 那就是各三個小時的 那會不會說就是 有沒有人聽過就是說 可能上午他就專攻ethics 下午可能會專攻這個 financial reporting analysis 那其實就沒有這個規矩的 你見到呢 其實他是分了上午下午呢 他都是coverall topic的啦 都是會兩邊炒的啦 那所以其實就 不要說我上午就專攻誰 下午就專攻誰 就沒有這個東西的 所以那個area呢 是會幾廣泛的 對 有沒有人聽過一個說法就是說 70%才合格 有沒有人聽過70%這個魔法 magic number 有沒有聽過呢 那我聽到有人點頭 聽到有人點頭的 那 70%呢 沒錯 是一個passing mark 但是說的是1963年 至到1977年了 但是看回1978年至1989年呢 都有70%出現過的 不過那70%呢 是說最top最top的1% 才是70分 那去到現在呢 其實一個準則來講呢 其實說的是 70%呢 就說真的 不會不合格的了 就是你有70%呢 就基本上是一定合格的了 那OK 那其實70% 難不難得呢 那其實就 說真的因為其實那份卷呢 是會長一點的 尤其是下午的時候呢 會有機會出現一些累啊 有些疲態的 那所以 那個戰鬥力呢 是會下午來講 是會開始下降的 那 70% 有難度的 那 好了去到一些case 如果有些 有些學生是在說 慢車邊 喂我真的差點 可能說 喂 不知道五十幾啊 六十幾啊 還是再低一點 那 那 什麼情況會合格呢 那其實那些呢 就會變成是 看回那個ethics 如果那個ethics呢 其實那個performance 是挺好的話呢 那其實都有機會呢 是拉上去都會做一個pass的 那 是不是真的去到 那麼難呢 去pass呢 我們看回 就是合格率 是不是真的那麼低呢 那我們看回一些 數字 數字 告訴我們 那個事實就是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低的 你看回其實 最近 那個2018年 43%的passing score 十個案裡面 有超過四個案是合格 然後再上去 Level 2 Level 3 十個案裡面 有四個 甚至五個案是合格的 所以那個合格率呢 不是真的去到 那麼低的 所以 不要說 坊間那些傳言 說 很難啊很難 其實 不是真的 那些數字都告訴你 其實不是真的 二十幾個 百分之十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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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其實 其實 Level 1 最難的那個位置 在哪裏呢 其實我自己讀的時候 我都很認同一點 其實是個量的問題 因爲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這裏外面 他這裏都 有這些的 curriculum 這個是CFA出的 curriculum 來的 這裏只是Level 1 這裏說 只有一本 只有一本 Volium 4 你看到他這裏說的 四百多頁 那這裏還有在說 五本 那所以其實你講的 是講的 就是 那這裏都講的二千幾張紙 那所以其實那個量 是真是 第一步呢 是會被他嚇到的 說真的會被他嚇到的 還有講的 一個三百個小時的 commitment 是不少的 那所以其實 就是大家 要衡量一件事 就是其實 暴讀的時候呢 真是要devoated 那 去到Level 2的時候 他就考 就是那個戰鬥位 或者那個爭扎位 開始慢慢 再去加量 不單止是說 一個爭扎位 不是說一個 純粹一個量 那你看 他還會加上 多一點 例如concept的東西 一些analytical的東西 而去到Level 3 其實他在講的 除了是量之外 還有一個 是一個exempt style 和一個technical difficulty 他在講的東西 是會比較實踐 講一些case study的東西 那 其實 那個 那個 那個難度 其實Level 3 是會再由 慢慢慢慢慢慢上去的 但是 我不是嚇大家 但是其實 有些方法去 令到那個 考試是會很輕鬆的 那我稍後再講這個 那好吧 那就講一下其實 就是 Kaplan這裡 其實一些的 考試 一些的 study material 其實他都有些特色的 那其實你見到 其實 你見到 左上角這裡 那其實他會有一個LOS 有一個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那這個其實是會告訴你 因為其實每個CFA 他寫得很清楚 就是 他會是 你讀完這個page 或者對完這個section的時候 他想有什麼目的 譬如說 叫你是 一些describe 一個financial product 是什麼 或者叫你calculate 一些東西 譬如說 一些cap m 是怎樣出來 等等 那他會寫得很清楚 而那個slide裡面 你見到那個slide裡面 其實會講 就是 這個slide 我們是focus在哪一個位 大家可以容易去 就是cross reference 那還有右上角 你見到其實呢 都會是講 現在這裡講的什麼topic 那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demo 那其實我們的教學模式是怎樣呢 那這一課呢 我們講的 譬如說是一個fixed income 那fixed income 其實這裡講的 譬如他講的 喂 我現在有一個8%annual payment的bond 那就是講的 每年呢 你見到其實t1 就是你講的year 1 year 1 這個year 2 這個year 3 喂 他每年呢 會給你一個8%的interest 你 每年給你8塊 那還有去到年底 去到year 3的時候呢 會給你一個principal 給你一個本來的 那好啦 那你看下下一個slide 他要你做什麼 那他就說 喂 那我給了這些information 那其實可不可以告訴我 現在這個bond是值多少錢呢 那其實都幾容易去 這個計法不難的 那其實我們看回剛才的slide 那其實他怎樣去計回一個所謂 現在那個債券其實值多少錢呢 其實我呢 債券那裏呢 其實講了一個concept 叫present value 那我們看回其實 喂 現在一年之後 這個債券的coupon 有8元 他都要講回其實 最重要的所謂present value 我們 我們sfd裡面有其他topics 會cover到 其實講這個discount cash flow的一個概念 或者一個time value of money 那這裡其實講一個 你只要將這個8元 discount回去 現在year 0那個階段 將這個year 2 discount回去year 1 再discount回去year 0 還有將這個8元 和這個100元 discount回去year 2 year 1 再year 0 那你就會計到出去 現在這個呢 其實那個bond呢 是值多少錢的了 即是怎樣做啊 好啦 那他現在其實講回給你聽 喂 那我現在用一個 什麼的discount rate 去discount回那個bond呢 其實他這裏都說了給 他這裏已經給了給你聽了 就是說 你用一個12%去做一個discount rate 即是 去回這個slide就是講的 這裏我discount back的時候 就用一個12%去discount 這裏都是用一個12%去discount 和這裏用一個12%去discount 和這裏用一個12%去discount 所以他這裏做的呢 其實要先discount 就是先discount回第一個8元 除回1加12% 除回1加12% 第一個那個coupon payment 因為他discount幾次 就是discount一次 所以你就到這裏 to the power1 去到第二年 你又再將那個第二個coupon discount 那你要discount回去year1 所以這裏要discount兩次 那最後呢 記不記得他這裏講的什麽呢 要discount呢 就是discount 就是discount 這個coupon 和有那個power value的 所以他這裏discount 就是dis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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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coupon 還有那個power value的 兩個element 所以discount 就是discount 那個8元 和那100元 這次是to the power多少 看到啊 對啦 to the power 3 所以出來的present value 那其實 你會遲些會報的時候 都會需要一個 的financial calculator 那這裏呢 其實你見到那些N啊 PMT啊 FV啊 1 over Y I over Y 其實他們講的都是一些 一些financial calculator 裏面的一些input 那所以你 input 你跟回這個input去做 或者你用上面的方式去做的話 其實你得出來的present value 就變成90.393 即是說 現在這個bond呢 那個價值呢 就在講90元 那這次呢 調轉去問你了 那他問你 喂 都是三年啦 又是8% 但這次他調轉去給呢 就給一個priced at 90.393 給回答案你 給回答案你 那他調轉去問回你 那他調轉去問回你 Calculate the market discount rate 叫你屈回那個剛剛的r 那即是怎麼做啊 那如果我們用回 一個數學的公式呢 就是 那現在這個呢 就是個 number of period 八個percent 這個呢 這個呢 是在講的是什麼呢 是在講的是那個coupon payment 那這個呢 是在講的是現在的current price來的 那所以 他現在在講的是 其實呢 我就是 怎樣去做呢 你就把八個percent 除回一加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market discount rate是多少 那我就用回一加r to the power1 再加 8 to the power 1加r to the power2 再加 8加100 除回 1加r to the power3 那但這次他給了一個答案你啦 就等於90.393 那 那 這些 這些計法呢 其實你怎樣去把r出來呢 那其實 financial calculator呢 其實已經可以幫你 就 立刻計出來的了 那 用回剛才的例子啦 那就是其實你看到 用回他剛才所謂的這些東西 那 n 就是那個number of period p pmt 就是那個coupon payment f 就是那個future value 和那個i over y 這次 這個就是annone 那其實你計回去 去進去的那些數呢 其實就會出出來 這個呢 那個 那個r呢 那個ir呢 就會等於是12個percent的 就是這個 那所以你看到它說YTM是多少 那YTM呢 就是這個12個percent 那 那 我們這個YTM的概念呢 其實 或者這個12個percent呢 其實有三個的基本的概念 一定要認識的 就是第一 它一定要是 拿足三連 你中間譬如好像剛才的case那樣 喂 那我這裏 我拿一年 拿兩年 中間我走 我走老的 我賣了它的 那這個12個percent的 那個YTM 就定律 就不成立的了 第二樣東西就是 all payments made 那其實 那八塊 那八塊 你都要assume 就是那個 issuer 他都會給你才行的 就是他不會中間 又是他去了default 他就去撿了一顆 不給你的 或者他中間 不是給八塊來的 他給四塊來的 或者甚至給一塊兩塊來的 那其實那個 YTM計出的12個percent 都已經不成立了 那第三就是 這裡講的 all payments reinvested at YTM 這個是什麼概念呢 其實 你看回這裡 你記不記得 其實我在這裡 做個year 3的時候 我discount的時候 這個8元和100元 discount了 其實三次的 每次都是用了12個percent 所以這裡其實說 就是說 你assume了那個8元 其實都可以用回 這12個percent的return 去回報 去做一個reinvestment 那才可以成立到 這個YTM 是12個percent的定律 那我們嘗試再做多條路 那其實今次呢 他就說 那個price是一千元 就不是一百元 都是三年期 8個percent 比你的YTM是12了 喂 那做法是怎樣做啊 但是 看清楚一個位 他在寫什麼 Semi-annual 那Semi-annual做法又是怎樣 那 Semi-annual的做法呢 其實會有少少不同的 那Semi-annual 你可以當它就是 但是其實 Rather than一年一年去計 那你就今次呢 你就將它看 就看做一個 半年半年的方式去看 這裡是Year 0 這裡是Year 1 這裡是Year 2 這裡是Year 3 但是呢 記住 他這裡 因為他說Semi-annual 就是不會半年拍一次 這裡中間 要加一個Year 0.5 Year 1.5 和Year 2.5 如果我 在一個Annual Payment的情況之下 Year 1 它給你8 因為它是1000元 所以成為8% 就是它會給你80元 那Year 2 它給你80元 Year 3 它又給你80元 但是這次 它是Semi-annual Semi-annual Semi-annual 怎麼樣呢 它這裡呢 就說半年給一次 你 那就是每次拍多少 40元 沒錯 40元一次 40元一次 每次40元 那所以做的時候 Rather than你去用一個80元 去做那個Valuation的時候 今次做呢 就用回每個40元 記不記得 剛才做Annual Payment的時候 我們要分幾多段 分三段 那如果我是Semi-annual 要分幾多段 今次 1 2 3 4 5 6 就變了六段 那做法是怎樣的呢 我們做法呢 就是其實呢 你就將它40元 除回 1 加 Discount rate 是多少 12% 但是小心喔 這個12% 是一個Annual的12% 所以呢 這個呢 12%呢 我們記住呢 都要把它除二的 這裡呢 因為我們Cover 就是Cover這個Period 這個Period 那這個Period 你是說一個半年期 你半年期不是說一個12%的回報 你是說一個6%的回報 這裡是說6%而已 所以Discount的時候呢 就用回1加6% to the power of 1 就是這個時間 那好啦 那你Discount第二段 那你就要先Discount一個6% 再Discount第二個6% 那所以就再加回40 除回1加6% to the power of 2 如此類推 那你最後是多少 那你就會加回這個 一個 還有記住 不要忘記了一個Principle的 一個Principle的 一個Principle多少錢啊 1000元 所以最後就是40 再加1000元 to the 除回它 1加6% 因為我們要六個年期嘛 1 1 2 1 2 3 4 5 6 所以呢 1 to the power of 6 6 那得出來的答案呢 就會等於 901.65 當然如果你是有一個 financial calculator的話 那其實 會用回剛才所謂的 那些 PMT 那些 input 或者那個 N 那個 1 to the power of y 那個 YTM 還有 F3 那些 這些就可以 input 下去的 好 今次又再不同些了 今次說 一個 喂 都是三年期啊 今次都是說 喂 那個YTM 又是說 喂 記住 它今次寫得明了 一個 Samuel Annual Basis 還有講 一個 又是8% POWER VALUE 100元 沒變 喂 但是看著 今次呢 有個不同的位置 就是個 Coupon 今次是零息的 那零息 怎樣去VALUE呢 其實做法呢 一樣的 你當它呢 就是有息 有息通常怎麼做 我們剛才用回剛才的Case 記住 它這裏半年 Semi Annual 好嗎 所以它講的三年 三年裡面有多少個半年啊 講的Number of Period 即六個 即我們剛才講的N 就是講六個 因為三乘二嘛 那講這個YTM 半年的YTM是多少 四 沒錯 一要除二的 那怎樣去做呢 那其實一樣的 你當它呢 就是有Coupon 那又是 Year 0 跟著Year 1 Year 2 Year 3 這裏有個Year 2.5 1.5 0.5 那你去Discount呢 就是 這裏中間呢 它會給個零里 即這個Coupon 半年給零里 Year 1給零里 1.5 Year 1.5 給零里 Year 3給零里 Year 2.5 給零里 Year 3也都給個零里 Principal 去到最尾呢 它就給一個 多少錢呢 100元 它講了 Power Value 100元 那你Discount 怎樣Discount 0 除回 1 加R 半年的Ytm 半年的Ytm 4% to the power of 1 再加0 4% to the power of 2 去到最尾 就變成0 再加100 除回 1加4% to the power of 6 那當然其實 0那些就沒有意思了 所以end up 你出來的後果呢 應該就會變成 100 除回 1加4% to the power of 6 那你就會計出來的答案 那因為for illustration purpose 那我就選回答案 其實答案應該是A的 好,跟著呢 要講一個都比較重要的概念 就是其實講的 那個Ytm 是升的時候 對那個price 價格 是會是升還是跌呢 那其實呢 它們有一個反比的關係的 那不信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做一個example 那其實剛才呢 你見到這裏 它給Ytm 你是8%的 那如果我用一個example 我不用一個8% 我用一個是說 譬如說 我是用這個 15% 這樣說 15% 那當然你除二的話 其實你就是講的 每年7.5% 用這個情況之下 得出來的price 呢 它講的是 64.436 那即是說 你那個Ytm 升的時候 那個price 會怎樣 會跌 沒錯 是有一個反比的關係 所以這裏 其實有時候 你去到考試的時候 你不太確定 反而你自己去想一下 一些數字 試一下 做一些hypertactical cases 自己去 input這些數字 下去 我真的不記得那個概念 就自己試一下 好像剛才的case 那樣 你試一下 入個15% 入個20% 看看其實 那個情況會是怎樣 那當然啦 其實除了 yield 和price的關係之外 亦都講的 其實那個coupon rate 和Ytm 以及 price 和par 那最簡單的 那個case 就是講的 其實記不記得剛才那個case 就是這個case 講的 最極端例子 1元的coupon 都不給你 那這個情況之下 那個price 高一些 還是那個par value 高一些 你看個答案 誰會高一些 price 就是講的 79.031 par value 就是講的 100元 那誰會高一些 沒錯 par value會高一些 所以這裡 因為這個 你當作最極端例子 zero coupon bond 那剛才的case 是多少 Ytm是講的 8% 所以出來 不是變成 這個不是剛才的 79點幾 這個不是100 所以那個bond 是出的什麼 叫做discount 因為它便宜過 便宜過 便宜過 就是那個 你見到其實 有一個 price increase 的一個部分 還有另一個 就是 decrease in yield 它們的走勢 可以是 波幅的幅度 可以是不同的 即不一定是 這裡升1% 這裡又改1% 的movement 就不是這樣的 所以 that's why它才出現 一個叫做convexity 稍後會講的 就是講一個price 和一個yield 你見到其實 稍後有個chart 講一個price 和一個yield 中間的difference 你見到其實它未必是 一條直線來的 它講的是一些小小的 曲曲的 所以講一個叫做convexity 跟著還有一個movement 其實就是講的 那個bond 越長的movement 就是more sensitive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你想一下 就是 如果一個bond 或者你講的是 一個月到期的 下個月就到期的 versus一個bond 30年後到期的 那哪一個是容易受 息的影響 多些 是不是30年那個 因為你30年 你中間可能是 去到year4 year5的時候 突然之間 那個interest rate一動 跟著去到 year9 year10的時候 那個interest rate又下回來 跟著去到 year15,16的時候 又升上去 所以其實你的price 的movement 是會很大的 所以其實你的時間 你的maturity 越長的話 其實price的movement 是會越多的 越sensitive的 那當然還有一個coupon 那個coupon 也是用回最極端的例子 就是 zero coupon zero coupon zero coupon 其實就是你中間 不會收到任何的息 是會由一開始 去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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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ure的時候 才會收到錢的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你中間沒有任何的hedging 沒有任何的cash 可以收到的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 所以他也會是 soy that's why 是最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YTM 的 好了 講一下一些的 小例子 回到剛才的convexity那裡 那這裡講的其實 20個case 其實大家不太sure的時候 試一下 把一些hyperthetical cases 下去 試一下假設一些 的條件 或者假設一些 的環境下去 那這次他就用了幾個case 就是講的 如果那個 YTM 是4個percent 那怎樣呢 如果那個YTM 是8個percent 是怎樣呢 YTM是12個percent 那又是那個price 是怎樣呢 那 時間關係 所以我現在計算出來 就是price 這裡是講的1.1.1.2.03 這裡呢 因為講的那個YTM 和那個coupoint payment 因為你看看 其實他在講的future future values 1000元 PMT是40元 就是講的其實那個bond 那個coupon 它上面都講了其實 8個percent 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其實呢 所以出來那個 那個price value 呢 應該是跟那個future value 一樣的 那 而這裡講的12個percent 這次的case 記不記得剛才我們說 那個 那個YTM 和那個coupon的關係 當那個ytm高過那個payment 高過那個coupon的時候 它會出現一個什麼 discount 還是一個premium discount 它便宜一點的嘛 便宜過par的嘛 所以現在它會出現一個par的情況的 那 我們將剛才那個111 2.03 90 1.65 將它 擠進去 chart 那裡看 你見到其實 它這裏呢 中間那個變化 不是剛才是一條直線來的 不是一條直線來的 反而是一條曲線來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convexity 那當然 你其實這些 你還用不同的case 就是這裏4個percent 你就試試再plot 多個兩個percent出來 大概是怎樣 那跟著這裏再plot 一個大概是 14個percent 又怎樣的情況呢 那所以你用了這些不同線 你就可以plot到這條graph出來的 那跟著呢 講下其實一個叫做 什麼叫做 constant yield price tragedy 那這個情況呢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assumption 它就assume 了什麼呢 就是assume 了個ytm 是不變的 是unchange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就是講著 我現在的bond 是還有這麼長的時間 還有三年去到期而已 但是其實呢 那個價值 雖然你現在是說 discount bond 但是呢 它過了去到year one的時候呢 去到year one的時候呢 那個價呢 不會再講901.65的了 而是講著 它會上回上去的 慢慢上回上去 去到mature的時候呢 就會去回1000元的 那就是 你將你的bond 其實買的時候呢 你用貴一點去買 但是呢 它的價值呢 它會是去到一年之後 兩年之後 是會最後呢 殊途同歸都會去回1000元的 那其實當然你不信的話呢 其實你用回剛才那個case 剛才那個case 你其實可以看回這個case 那因為其實它現在講的 這個三年的bond 那但是你想一下 如果它去到一年之後 就是你將它這裡 變成一個 number of period 就將它變成二了 那其實你再計回那個present value呢 那其實它會慢慢下回去的 那 這個就可以大家試一試 那因為時間關係呢 你見到其實後面呢 都有不同的slides在這裡的 那大家都可以去 去看一看其實我們capline的materials 是一些什麼 是一個怎樣的模式去教的 那跟著下來 會講一些CFA考試的tips 那 其實剛才講的 講了一些 其實最辛苦的 那個位子呢 是 那個量 那個量是講的 300個小時 2000張紙 甚至2000多張紙 所以其實呢 你除了開的話 其實是每一天的話 其實你都要 因為可能你有半年時間準備的話 你其實自己除了開的話 其實每一天都要最少讀十幾二十張 甚至更多 因為可能是星期六天 去跟家人去玩 跟男朋友去玩 跟女朋友去街 或者去過旅行 那所以其實那個量 其實是講的每一天 可能甚至要讀三十幾張 四十幾張的紙 所以其實那個curriculum呢 就是CFA本身那個 可能讀下去呢 其實是吃力一點的 那 有個挺好的例子 其實你看到中間這裡 有個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51A 去到51F 其實 你稍後可以看一下 不信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它中間這裡 講的是一個 短短的LOS 其實它講的是 起碼講的是三十張紙 它這裡 你可以看到 它每一個 淺色 淺色部分 就是深色部分 它是一些question 你有一個淺色的部分 你中間這裡 都閒閒地講 最少講的是三十幾頁 但這裡講的是幾個 Bullet Point 幾個Learning Outcome 那 其實 要讀的話 其實都講的是 真的一分鐘要讀 兩個小時 甚至快過兩個小時 甚至可能兩個半小時 甚至可能兩個半小時 那 如果你譬如說 反過來看 其實 稍後出來看看 其實那個 Captain那個 Sweizer Logs 甚至其實 中間那些 Education Program 那些PPT 那其實它們會濃縮很多 那 其實同一樣的東西 它們講的是 一個是十六個slide 相對來說會快 快很多 省了時間 是三分之二的時間 是effective很多 還有 其實 它會告訴你 其實有很多位 有個叫 Gif Focus 即是一些主打位 是什麼 即是它說 有這麼多個 Learning Outcome Statement 未必個個都是 考試經常出的 但你看看 其實它裡面的 Notes 或者PPT 它會告訴你哪些 是會有些重點的位 那第二個提示給大家 就是其實 最重要就是 粗題目 那其實就是 我想大家都未必是 考A-Level的 那些 可能在考A-Level 有沒有人考A-Level 哎呀打死了 我都透露了年紀 其實 考試的話 其實大家都考 都會 粗一些以前的 考試局的 題目 其實那個方式 CFA的方式 有點像 其實 當然它就不會 出以前的題目 下去 就是告訴你 17年16年 它考過些什麼 然後將它 成為一個濃縮版 它就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最重要就是 粗一些類似 或者近似的題目 其實都是做得多 練得多 那你就知道 哪些是音質位 哪些是出事位 做得多就可以了 所以在這裏 說的是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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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裏 其實就講 有些上課的話 其實會有些考試的提示 還有這裏 都幾好的 我覺得其實有個 practice exam 那個practice exam 其實都可以出來看 就是 其實它分了上下午兩份院 其實大家可以試一下 其實上午三個小時 下午三個小時 還有每上下午做一百二十條 其實那個感覺是怎樣呢 還有裏面 它所謂說 15%ethics 可能說15%financial reporting 究竟是一些什麼的concept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其實你不試的話 其實真的不知道 其實它的考試是怎樣的 所以真的透過那些practice exam 去試吧 還有最後 第四個提示 其實是一個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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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後報告 大家知道 最主要是 十個 topic 都要知道 其實有時候 究竟 哪一個是弱點 哪一個是真的要再加一些 時間去溫 因為其實是十個 你看到前幾個 slide 每一個的佔比 在level 1 其實都 除了是 funtory reporting 和ethics 比較多些之外 其他都相對比較平均 所以其實不要專攻死 一兩樣 其實有時候 譬如真的有些弱點 我是弱的 譬如說 alternative investment 我是弱的 或者equity investment 我是弱的 其實那個時間 大家都可以用回 努力下去 溫回多些 去到這個時候 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 我就把時間交給我同事 Christy 其實內容是一樣的 但問題是 其實他會講一些 會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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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講一些多一些 的 theory 可能他講一個 theory 其實你可以出來看一下 其實他一些 譬如說 你講一個concept 他可能 用他那本官方的東西 其實可能他用三段 甚至一大板子 三四板子去講 但是其實 用回 你看一些PPT 其實他會是相對說 濃縮的 因為其實他三段 三段 三板子裡面 其實可能有些東西 不是那麼重要的 他只不過是很想 你去明白那個concept 或者其實中間 可能會給你多 一兩個例子 但是其實 我覺得其實那個PPT 是足夠的 課考試來講 最重要其實 既然量那麼多的時候 其實如果一板子 你是足夠應付考試的話 其實我覺得 一板子好過三板子的 以後 看來 看來 是 柔子